我們來複習 大家重點回顧一下 因為今天的話是第六次上課 所以第五次上課到底講哪些重點 那我們大概原則上說明一下 如果你對於上次上課講的東西不是很熟悉的話 我建議各位回去 就是下課的時候還是要再把那個 不太熟悉的部分稍微再看一下 主要重點有幾個 第一個當然所謂的共用SUB的副程式 這個當然主要針對就是說 如果SUB部分 假如主要的程式都一樣 它可能只有 像我們講的這個共用程式是共用什麼 共用那個就是各欄位 然後參數內容跟那個欄位數 比如說業務、產業別 然後基本上 主程式部分都一樣 差別只有它的欄位名稱 跟那個欄位是在第幾欄 兩個參數不一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傳遞參數 至於要怎麼傳遞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那個影片 或者是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當然剛開始你假設 對於這個部分不是很熟悉同學 你當然 或者可以把雲端白板上面的程式 當成是範本 然後呢可以先試做看看 然後 不過還是建議啦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還是可以自己把那個程式的動作 全部自己再做過一遍 那 當然前面部分的話 是我們的這個主程式部分 那後面有一個 所謂的 這個地方 大概是在第六頁的地方 這邊的話呢 就是如何修改 這個把它改為共用副程式的部分 那其實主要就是解決什麼 如果你假如說呢 城市雷同的地方太多了 那如果說每一個 假設呢 比如說 我要做一個業務查詢 然後呢 又要做 比如說還有其他欄位 像這個資料 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針對業務 做一個SUB 產業別又一個SUB 產品又一個SUB 然後呢 客戶名稱又一個SUB 每一個都一個SUB的話 那變成說你會很多 程式 而且程式部分都一樣的話 那這個時候其實建議 就可以把它改成 所謂的共用SUB 那其實主要 寫的方式特別注意 主要差別 跟前面寫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瓜糊裡面呢 你要再增加這個參數的數量 那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參數名稱 叫做名稱 第二個叫藍位 然後呢 特別注意後面有一個 所謂的 sString 這個sString 這個裡面參數應該放什麼資料形態 我是建議後面可以加一下 如果你要請 這個 將來要呼叫這個 這個程序的話 如果要 帶文字的話 那最好加一個sString 那如果要帶 數字的話呢 就是sInt sInt 我記得是 如果它是整數的話 如果是小數點的話 你可以用sDouble OK 然後 這樣的話呢 可以傳遞 我們需要的參數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有做過演練 所以 細節部分 我想請各位可以看一下上個禮拜的影片說明 那程式在這邊 OK 最後其實 假設有四個欄位要做同樣的事情 那你就不需要重寫 你其實只用什麼 用呼叫的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Call 然後篩選 特別注意 這個公共程式本身不會被執行 它必須要被呼叫 所以特別注意 底下的話呢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那個Call Call之後的話 把兩個參數帶過來 比如說我要查業務的話 那就是給業務這個名稱 sString的話 那一定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有雙引號 然後呢 後面這個是哪一個利己欄的數量 所以呢 sInt 那就帶 那個一個整數 OK 要用Call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我今天要產生一個篩選業務 那很簡單 就Call 欸 篩選 然後就可以產生 不然的話 以前的話 你就變成這個地方 又寫一個篩選業務 很多程式 那 那個篩選產業又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假設用共用 這個 共用Sub的好處就是 哇 那程式其實變得比較清爽 1 2 3 4 都看了 其實它裡面其實都一樣 再來的話 以後 如果要有程式要修改的話 那其實只要修改一個共用程序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相對的 這還蠻重要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拜 還有講到 比較重要就是 同一欄的查詢 還有多欄的查詢 那其他還有像同學問到有關那個 104 捐款分割啦 等等的 那我們把上個禮拜的重點在 比如說這個地方 大概就這些按鈕 那不外乎就是 第一個的話就是 要先把什麼 把這個業務 把它移除重複 所以我們有寫一個 把這一欄複製過來 或這個範圍 只要複製過來 然後再利用資料裡面的移除重複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移除重複的功能 移除重複功能應該是在 在這邊 OK 然後呢 其實他在VBA裡面 其實就是remove 那個duplicate 那其實程式並不複雜 我記得好像很簡單 就兩行程式而已 就是把它call過來 call到哪裡 call到N1 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call過來之後 再利用呢 我們這個range裡面有個方法 叫做remove duplicate 然後呢 這欄數一定是1啦 要不要有沒有標題 有 那就是它會自動移除 所以其實移除中還蠻簡單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有這一個 業務的名稱之後 我們需要什麼 把這些按照什麼 按照菜頭 幫我產生一個資料夾 我先把舊的先生 就是原來只有一個總表 那如果我希望按照這個業務 有1 2 3 4 5 6 6個業務名稱 那我希望呢 你總表幫我拆成6個 這個工作表 OK 所以把它拆開來 當然後面我們會再延伸 就是說在講 如果我要延伸 不是工作表 我希望幫我把它 直接就變成6個 Excel檔案的話 那怎麼做 OK 其實還蠻簡單的 不過可能後面 就是要多學一個 叫做工作表的物件 叫做 Wordbook Wordbook 叫S Wordbook OK 然後呢 我們這個做法 我先把它 執行一下 OK 那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把它分割 按照菜頭 多一個 小咪 OK 逐一逐一的 幫我把它丟過來 那就可以 那這個做法 上個禮拜有講過 另外的話 還有把它刪除 OK 比如說我今天 要重新再塞 那我先把它 舊的刪掉 怎麼刪 那刪除的話 其實程式也不多 主要是什麼 哪一個Shit點Delete 不過這邊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呢 它如果刪除的時候 它會 不斷跳出那個 比如說 假設以前我們要刪的話 按右鍵刪除 它會問我是否刪除 那同樣的做法 如果你假設 手動刪 它會出現這個 那如果呢 你每一次 程式一直行 它就跳這個的話 那當然很不方便 每一次都要按刪除 它才能刪掉的話 那很不方便 所以後來 我有跟各位講 其實可以加一個 不要跳那個的訊息 那個不要跳的 程式寫法很簡單 叫做 Application.DisplaceAlone 等於False 這樣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然後呢 從最後一個刪到第二個 記得 Step-1 就顛倒刪除 然後直到 這個最後 刪到第二個為止 你不能刪到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是總表 如果刪的話 那就沒有總表了 好像它也不允許 這個完全沒工作表 所以我把它刪除 按下它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當然 如果我今天不是批示的 我希望個別的話 比如說我要想要找菜頭的 單一個的話 那我就直接按下它 Input box跳出來 把菜頭這兩個字輸入 按確定 它一樣可以單一個 把菜頭抓出來 OK 那如果產業別 產品 客戶名稱其實都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有一個 篩選業務之後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再產生其他的 因為它底下這三個的寫法 跟篩選業務很像 只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共用 這個sub的方式來產生 OK 那最後我同學有問到 就是跨 比如說呢 同一個欄位 假如我要多重查詢 或者叫多重篩選的話 比如說我要篩選兩個 給兩個人 但有同學問說 老師可不可以三個 跟各位講不行 因為他的參數 只給兩個 最多了 OK 那如果你要 再多第三個 其實也不是說不行 如果你要在第三個那裡面 你要再多一個篩選 OK 再做一次就對了 OK其實也是可以 只是說程式要再寫一遍 OK 那因為那個 篩選本身就兩個條件 所以如果你要兩個 比如說我今天要找菜頭 然後另外要找小咪的話 我可以按下這個按鈕 然後呢 當然它會跳兩個input box 第一個input box 先輸入第一個業務員 第二個呢 再輸入第二個 可能第一個是 傳給X先存起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再傳給Y 也再把它存起來 然後呢 再去做查詢 OK 那其實 就是一個是放在 第一個條件 QRT1 第二個放在第二個條件 那中間的話就是XL 或 那最後名稱的話就是什麼 菜頭或小咪 有沒有 所以 只要是業務 是菜頭或小咪的 那它就幫我把它這個存起來 好 然後再來好像我們還要講多欄位的 比如說我今天要業務跟產業別好了 誒 跨欄位查詢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不過就是你篩選的VBA程式一樣 要兩個條件 第一個input box 就是比如說哪個業務員 所以我第一個也許找什麼 找菜頭好了 然後配合金融業 那第一個 請出業務名稱 那比如說幫我找菜頭 那第二個的話呢 第二個條件是 而且 所以我記得是XL AND 當然你如果或的話 你XL O 菜頭或產業別 是金融業 他就幫你找兩個 都找 AND的話變成說 兩個都要為True 這個是菜頭 這個是金融業 他才找出來 所以當然AND 找出來的資料量會比較少 所以我找一下 比如說金融業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樣就可以把菜頭 而且是金融業的 全部找出來 OK Ctrl向下 184筆 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然 至於裡面的程式部分 在雲端白板都找得到 OK 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Y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多一次篩選 也就是篩選量 Auto filter 變成多一個Auto filter 其他其實根本沒什麼變 大致上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 我剛剛講的部分 不太熟悉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上個禮拜的影片 稍微再看一下 那當然 如果有問題的話 當然也盡可能的 可以把它提出來 或者你們可以在那個 我們的訊息這邊可以留言 或者像有同學呢 也會發mail直接問我 跟我講說 老師他 比如上個禮拜 好像有同學就是 提出那個 他說他對那個 樞紐分析表 的部分 蠻感興趣的 那樞紐分析表 結合VBA的部分 其實相當好用 但是坊間的書籍 我看好像基本 幾乎看不到 有在介紹樞紐分析表的VBA 程式撰寫 好像我基本上 我看那麼多VBA書裡面 好像基本上幾乎沒有 一本書是提到這部分 而且是提的很 即便有帶到 可是也是講的不太清楚的 ok 那所以同學 就對那個 樞紐分析表有興趣啦 所以因為剛好 我在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也有放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同學 有看到這個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就是其實 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一道題 其實 也可以 如果你要分割工作表的話 也可以用樞紐分析表來做 那怎麼做 我再demo一下 基本上就是你們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其實就是怎麼樣 或許你可以另外再開一個空白的 Excel的檔案 就是我們原來的那個範例檔 比如說我就開原來的這個好了 那個 舊的就是裡面 沒有那個原始的檔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透過樞紐分析表去分割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從插入樞紐分析表 OK 他會幫我把這範圍選取按確定 那確定完之後 如果要針對業務 去計算他的什麼呢 他的業績 業績是總價 總價把它拉到值 幫我加總一下 那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統計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所有的那個業務人員的業績 不過重點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今天呢 你要透過那個樞紐分析表分割資料的話 那其實它有一個 不知道各位沒有 因為這也是我偶然間發現的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 如果你假設 你要把小咪 它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把它放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就有點像篩選 像我剛剛那個篩選的結果一樣的話 那在樞紐分析表很簡單 只要快點這個 B4這個組 就是在他的什麼呢 他的業績上面快點一下 快點兩下 你會發現 快點兩下之後 他就會幫我把樞紐分析表前面 再把所有小咪的資料 通通都找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全部都是小咪的資料 OK 那當然最後你可能還需要做什麼 把這個名稱 再改成小咪 那是不是說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如果我可以批次的快點兩下 先這個點兩下 產生小咪 把小咪 這個工作表改小咪 那這個點兩下之後的話 那這個就小張嘛 所以再把這個改成小張 有沒有 那不就可以也是可以達到 這個分割工作表的目的了嗎 有沒有 再一個 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呢 這個 業務人員的這個數量很多的話 那我還是必須要手動嘛 所以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用的方法 不是上個禮拜用篩選 而是我用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結合什麼呢 這個點兩下 然後再把這個名稱更改 那我不是可以一個一個的 可以把 利用樞紐分析表做 資料的分割了嗎 對 其實喔 這個就是我在雲端白板上面放的啦 那其實我之前也蠻掙扎到 到底要不要講這個啦 因為我是覺得這很重要 但是 很難 OK 為什麼 因為其實喔 你會發現樞紐分析表 它主要 你要撰寫那個程式 相對的它裡面 需要撰寫的程式碼相對的比較多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用錄製劇集的話 其實你要注意的細節 還蠻多的 不過既然有同學有提到 而且大家同學對這部分有興趣 我想我就把那個 比較關鍵的地方 跟各位說明一下 其實也 當然我們其實也是 重點就幾個步驟啦 第一個 一樣把我們的問題05 你H開一個空白的檔案吧 那第二步的話呢 先試試看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產生一個什麼 這個樞紐分析表 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重點是 你只要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其實主要列跟值就好啦 其他細節H 我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這個啦 如果熟悉的話 你讓你一樣可以做一些變化 不見得一定要是業績 你可以做別的沒關係 那你會發現 這個 最關鍵的就是我利用 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點兩下 Double Click 它會把小咪的工作表 幫我跳出來 那我之後呢 只要寫一個VBA程式 把這個的名稱變更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達到分割工作表的目的了嘛 不過這邊會衍生幾個問題啦 就是說喔 你會發現 它那個插入工作表的位置喔 你會發現它一定是放在前面 可是一般我們習慣是放後面啦 那想說有沒有辦法把它變在 放在後面呢 當然有啦 不過這個可能 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重點 做一個複習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拜的東西 然後今天的話 接著還是乾脆就來看一下 有關樞紐分析表VBA這個部分 如何讓樞紐分析表 幫我們做這個工作表的分割 我大概把一些重點說明一下 然後程式碼的話呢 也會放在這個雲端白板的第五個單元 這邊有一個程式碼刮虎紐分析表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把它打開來看看 先把那個畫面先停止共用一下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